3月28号也就是本周日民航将进入夏秋航班换季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公布新的航班计划 广州白云机场也将新增多条新航线 而随着国内疫情继续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 清明五一假期出行需求随之升温 预计五一黄金周有望成为今年首个出游高峰 3月以来白云机场进出港旅客持续增加 上周白云机场日均起降航班1306架次 日均运输旅客超过17万人次 不少旅客表示因为春节就地过年 现在天气转暖政策放宽来一场补偿式出游 主要是过年没有回家然后去上海带我妈玩一下 随着国内疫情本中向好 今年清明节五一黄金周旅客出行意愿较强 热门航线票价也强力反弹 比如西南方向的重都啦重庆啦大概都在7.5折以上 价格大概在1200以上吧 海岛方面的话就是海口三亚 5月1号左右都是全价出售的 3月28号明航将迎来夏秋新航季 南航将新增广州往返柳州 广州京亭呼和浩特至海拉尔等多条新航线 并加密北京至广州 广州至杭州广州至南京等航线的航班班次 南航在广州计划日均进出港航班达到663班 同比呢是增长了7% 纯国内这一块日均进出港航班是656班 同比增长了55% 较2019年疫情前期呢是增长了45%的 目前南航国内航班除乌鲁木齐西安外 均以开放自住直机线上选座等服务 旅客在自住直机和行李托运后可使用身份证 遗证通关进行安检和登机 白云机场提醒 新航季有些航班可能调整了航班时刻 旅客购票出行需仔细核对 广东台记者刘彪报道 旅客席里批证通关系 王国内航班的